我不关注,我们接下来要关注昨天晚上公安部的三位政府部长他们去哪了 分别是在长沙北京和上海视察重点检查3D火车站的安保工作 我们来分别说一下 首先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升坤在湖南长沙火车站和阿波罗商业广场是实地检查了安保工作的落实情况 要求各级的公安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的紧迫感强化责任落实 这个落实很重要,要从严从系从实的来做好各项的工作 要依法严厉的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严从系从实应该说三个原则就已经确立起来 同样是在昨天晚上公安部的副部长傅政华和刘彦平分别是在北京和上海对火车站等重点区域的安保工作来进行夜查 5月6号晚,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 带领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吩咐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北站等重点区域进行了武装巡逻 实地检查了警力部署及各项安保措施落实情况 晚上9点50分,北京站广场上多辆巡逻警车在现场执勤待命 傅政华询问了执勤民警工作职责,检查了车载设备运行状况 以及与市局指挥中心图像实时传输情况 随后查看了北京站警力部署、武器装备配备、防暴处突措施落实等情况 傅政华强调,突发事件发生的最初几分钟十分关键 执勤民警一定要确保在第一时间迅速反应果断处置 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民警要争分夺秒,练就一枪制敌的本领 为确保首都社会稳定,北京警方现已在全市重点部位、繁华区域 全面加强了巡逻防控力度,充分发挥公安武警专业力量优势 建立捆绑执勤机制 在北京站等重点部位、繁华区域部署驻守接头的执勤警组 作为突发事件第一响应力量 执勤警组配置了长短枪支、防爆警棍、警用电台等处置装备 并开展携犬巡逻 同时与属地分局相关警力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确保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有效处置 亚信峰会筹委会安全保卫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刘彦平 昨晚先后查看了铁路上海站、上海红桥枢纽和铁路苏州站 实地检查了亚信峰会安保工作 要求落实各项反恐防范工作措施 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 确保亚信峰会安全顺利举行 在铁路上海站广场 刘彦平检查了各项治安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重点查看了装备配备、处置预案等情况 随后在铁路上海站指挥调度中心召开了现场会 专题部署了反恐防范工作 刘彦平指出 近期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在一些火车站接连制造暴力恐怖袭击 各级公安机关、武警部队要对当前反恐工作面临的形势 保持高度的警觉 不断提高反恐怖应急处置能力 出重手下重拳先发制敌 把暴力恐怖活动摧毁在行动之前 坚决打掉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刘彦平强调 要进一步增强治安防控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预见性 强化车站、地铁等重点场所、部位 以及人群密集地区的巡逻防范 突出整体防控、重点管控 充实武装巡逻力量 强化公安武警联合武装巡逻 提高舰警率、保持威慑力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对公然行凶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分子 要依法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及时处置